我练的无视太极拳 是从学与 北京著名武术家 马鞍钦先生 马鞍钦呢 老师他是早年从事与 北京 著名无视太极拳大师 杨玉婷 那么这套传统 无视太极拳八十三式 应该说他是 源于 无视太极拳的 创始人 权佑的弟子 无视 北派 宗师 王冒斋先生 但是 这个套路的定型 定型于杨玉婷 马老师传的这套 无视 八十三式太拳 传统套路 与 其他的 一些北派 流行的 八十三式传统套路 基本上大体相似 啊 只是在某些细微的动作上 有一些不同之处 我个人认为呢 这是 有可能跟马老师 当年 对于套路中的一些 计计作用 有与众普通的 理解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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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 马老师 在教拳的时候 他更强调的 是 上下相随 内外相合 他说 松臣 灵巧 杠入相继 他并不要求 什么大松大软似的练太极拳 他认为 要讲松臣 而不是松臣 啊 我认为啊 练太极拳并不难 但是 讲老实话 练好太极拳 相当不容易 我今年69岁 练习太极拳 将近50年 那么随着 自己 年纪的增长 身体机能 也是在 逐渐的下降 当然随着身体机能的逐渐下降 我对太极拳 也有了 更深的认识 那么现在是 2022年的一月 我愿意在 这里呢 今天 跟大家 分享一下 我 现在 一些新的 对太极拳的认识 希望对于一些 不如老年的太极拳 同道 有 有所启发 我的这个 认识呢 主要是五点 一点 太极拳 功夫的层次 与我们 心理 以及生理 上的改变 是相对 也就是说 功夫的层次 与我们对 权理权法的 理解与感悟 是相对 与我们 由于长期的 持续的 练拳 而引起的 生理机能的改变 是相对的 所以我认为 你像 太极拳那些 经典理论 你像太极拳经啊 太极拳论啊 打首歌啊 等等 不用多加解释 您到了那个层次 某一天 打开书一看 自然会 豁然开朗 您豁然开朗的 那一刻 就说明 您已经到了 那个层次 所以 用不着别人多加解释 一个层次 说一个层次的话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我认为太极拳的 演练水平 与我们的年龄的 增长 是不是 相对 演练水平 既与我们个人的身体素质 有关 也与我们的年龄 有关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身体机能 旺盛 那么 演练套路 可能 相对来讲 会容易一些 那 上了年纪 您的 身体机能 衰退 很多 在年轻的时候 做起来 相当容易的动作 到了这个时候 就相当困难 你比如 我举个例子 你像 单腿支撑这个动作 奔腿 蹬腿 年轻的时候 你可能不费力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就完成了 你到现在 做起来 就感觉到 比较难 特别是比较难的做好 有的时候甚至完成不了 那么再过一段时间 我们年 年纪更大 你不要说 单腿支撑 你两条腿 你站都站不稳 所以说 你完成动作的质量 演练的水平 跟我们的 演练 席练 太极拳的年头 的增长 不成比例 一段时间 成正比 再过一段时间 甚至成图案比 如果说 你能持平 经过相当一段时间 保持相当的水平 那是相当不容易了 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我认为太极拳的 健身功能 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 健身的有效性 是有限的 太极拳作为一种 综合的有氧运动 它有很好的 健身的效果 同时 它相对缓慢的 俯视 呼吸动作 对人体内部的各个器官 也有很好的按摩 以及调理作用 但是 我们必须承认 太极拳不具备 激烈的 无氧运动的功能 它不能跟 拳击啊 白米 端跑啊 举重啊 这些 激烈的无氧运动 相比拟 因此它 不能很好 提高 人体的 无氧运动的 体能 这个必须要认识到 那么第四点 我认为太极拳的防身功能 是有的 这点 也是应当充分肯定 但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 太极拳的防身的效果 是有限的 太极拳它作为一种武术 它自己的 积极特点 四两婆间金 粘尖连随 引进落空 等等 从理论上来讲 在相对 一定的条件下 的应用上 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 这个 像我们刚才讲的 由于它不具备 无氧运动的 这种 训练功能 因此在 激烈的 无氧 对抗 条件下 太极拳难以示 容易受制于人 我们 我们说太极拳 你在应用的时候 我们 必须要明白 相对 概念 太极拳 它粘尖连随也好 引进落空也好 四两波千斤也好 它不是绝对 它是分 对谁 在什么条件下应用 可以应用 当你 条件 改变 你比如说速度 增加 打击 重量 增加 对手的重量 增加 这些方面 都 凑在一起的时候 您在想 四两波千斤 很难 所以说要有这个 相对 相对性的概念 我并不说反对 这个太极拳的理论 沾尖连随呀 引进落空都很好 但是 分什么条件 你比如说 当你 头 被重拳 击中的时候 你说我的脑袋 沾尖连随 引进落空 四两波千斤 您做不到 您只能论栽 当然 太极拳作为一种消遣 两个人在一起 互相推理手 喝喝茶 找找劲 温和的切磋一下 那么 对于太极拳的理解 理论上的 探讨 是非常好的训练手段 以及 娱乐的 手段 但是 你说他 房生 有多么 多么好的效能 这个要打折扣 他的防身效果有限 第五点 我认为 练习太极拳 应当遵从 求检的 原则 规矩 不必太多 简单明了就好 你练太极拳 应当避免 面面俱到 力求检明额要吧 是吧 你说你 要点 哪都是什么要点 各个要点那么多 你最后等于 没有要点 所以要 重要的 总结 额要的 让 习练者 有所重视 知道 该抓住哪些主要的问题 就好 是吧 那么尤其对于 不如老年的太极拳 爱好者 来说 更应当 注意 简明额要 你想练拳的时候 或者说推手的时候 想哪个穴位 怎么走气 没有任何意义 想不过来 另外 你走气 也容易出拼 这个 再气 则智 我们应该讲 意到 气就到 主要是重视意识作用 不要讲得太神 太玄 那么我 自己呢 新进 根据自己的体会 根据自己年龄的 增长 的 总结吧 我认为演练太极拳 可以简单的 归纳为 这么四点 特别是对于 老年的 这个 系练者来说 就是四地化 那就是 松得开 合得住 站稳 蹲得下 你别看这四句话 你真正 要做到 不容易 是吧 你能松开 你能松而不屑 是吧 你能合得住 你知道 哪三合 哪内三合 哪外三合 你合得住 你就能发 发人 是吧 是吧 到上了年纪 你能很稳定的完成动作 是吧 到了一定程度下 您腰腿还行 您能 在一定的 高度上 完成整套动作 甚至下市 你能下得去 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啊 那么一般65岁以上的爱好者 能把这四条 您都能做好 应该说就是高手 那么至于说 你说我单腿支撑 我分腿 蹬腿能踢 多高 下市 我能下多低 那都不重要 不是什么硬性指标 啊 这五条呢 就是我 心境根据自己的年纪增长 回顾自己 练拳的 这些 体会吧 作为总结 那么 现在呢 已经是 又是一的一年开始 我们有 每个人又增长了一岁 是吧 难度也都相对的又增加 是吧 我这五条呢 希望对 我同龄的太极拳 爱好者 能够 有所帮助 那么作为 自己的 总结 和自己的回顾 我 昨天又 练了一套 我把它录下来 我 跟这里 愿意跟大家分享 这段视频 同时呢 我还 跟大家再分享一段 我15年前 练习的 这套 胡适 台语拳 823 传统套路 自己 做一个对比 15年的间隔 自己究竟 有哪些进步 有哪些不足 有哪些退步 自己作为一个对比吧 作为一个总结 作为一个历史资料 我也 我也愿意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希望 大家能够对我的这五点的认识 能够 有所帮助吧 当然我也欢迎 讨论 有不同观点 咱们也欢迎 我这只是一家 之言 我们欢迎百家之言 谢谢大家